国庆节当天,全军各部队组织官兵收看国庆阅兵盛典,以多种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。 正在贺兰山沙漠戈壁执行野外驻训任务的兰州军区某集团军,组织官兵在驻训场认真收看国庆阅兵盛典。 在祖国的新的这一天,我忠心地祝愿祖国越来越繁荣,越来越强大。 在国防科技大学,2009级新学员早早集合起来,带着崭新的天章,面向军旗庄严宣誓。 我渴望我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优势的军人,同样能接受祖国,接受党,接受人民的检阅。 国庆节当天,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第117批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,在护航途中举行隆重的生活起仪式。 三艘军舰和背护的19艘商船,共同鸣敌一分钟,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,国泰云安。 用我们特有的方式,表达全体官兵,始终牢记祖国和人民的重拖。 把爱国之行,化作暴国之行,圆满,安全,顺利地完成护航任务的坚强决心。 中国驻苏丹达尔富尔第三批工程兵维和大队,在异国他乡举行了升级仪式,文艺演出,观看阅兵实况直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,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。 我们观看了国庆60周年阅民事,我们感到很高兴,很骄傲,很自豪。 我相信与我们强大的祖国做后动,我们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,这是维和任务。 童谦尔富尔富尔,乍尔富尔,乌尔富尔,乌尔富尔,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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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